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既然认为彭老总的孩子有什么特殊的待遇 相反 他的侄子和侄女比普通人更为愤愤不平 彭老总有一个侄子叫彭喜超 也是一名军人 跟随王贞的359旅南去抗日 建国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工程学院转学学员 1955年 当全军备受与军衔时 彭老总在名单上看到了彭喜超的名字 并最初被授予上位 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磊也来见彭老总 谈起彭喜超 他说授予船长资格是合适的 但Penchips说 他比他大得多 船长还不够 给他上位 彭喜超知道他的军衔是上位 但听到他被降级为中卫 他并不高兴 当他知道被降级的那个人是他的叔叔时 他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他去见彭老总评论他说 我从来没有问过你 我凭自己的常数判断船长吗 如果你不是我的侄子 你应该是上位 但这是因为你是我的彭家族 我降级给你 了解内幕的人会说 李彭喜超凭尽自己的能力 获得了上位的称号 不知道内幕的人是谁 他们会说 因为你是我的侄子 我只赞扬船长 一万个人张开嘴 我怎么能用一张嘴解释他们呢 如果解释不清楚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军队的形象 彭老总还提到彭喜超的父亲 说你父亲死在战场上 他甚至没有军衔 与他相比 你不满意吗 经过彭老总的启蒙 彭喜超终于意识到 自己已不再征军衔 开车回校了 在公共计车上 彭喜超拿出一封彭老总写给他的信 这使他非常震惊 我必须一个月不换到进水塔 这不仅是我 也是我们党战胜国民党的 还有一个重要法宝 彭老总还有一个叫彭 康志的侄子 他与1961在家乡湖南结婚 当时彭老总也在家乡调查 家乡的人们来到他的面前说 婚姻是Cathy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你能用你的车来抱新娘吗 Cathy也是受人尊敬 彭老总很不高兴 他找到了彭的母亲 说现在是新社会 所以我们不应该做彩排 此外经济困难和浪费和浪费是不允许的 我的车 我通常不做私人事务 那是什么 不要说侄子结婚了 这比婚姻更迫切 彭的车不能坐 照片 朋友的侄女彭刚 有一次朋友的侄女彭刚即将生孩子 需要赶紧去医院 他的家人想把彭老总的车送到医院 但是彭刚拒绝了 因为他知道他叔叔永远不会同意 在他的话中 他说 没有一辆特殊的公共汽车 没有人能去医院生孩子吗 如果别人能去 你为什么不能去 最后 彭刚让人们找到一辆三轮车 然后不行 去医院 后来 彭老总知道了这一点 并称赞彭刚做了正确的事情 后来 彭刚为解放军总政治部 纪律检查部长何军委 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 又趁军中你包工 或者少有的解放军女少将 这是彭老总的教育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的编程 您好 您的编程